真的假的 剛開始 康咪 我以為 我本來小時候是不是自怨自哀 死到零 他講你自己的寫照吧 不是 我想說應該死到零頭 所以他在流眼淚又有個斧頭 所以旁邊你看了 這是人的頸子啦 人的脖子 不是 那伐木啦 就一顆一顆已經伐到 這是在月球表面上面 這個 為什麼那個那個是 蔡明又是一看就說 他知道了 對啊 那個場景感覺就是月球上面 對 對 我感覺他戴著那個太空人 戴著那個帽子 可是上面又有一個髮技 對 而且我是怎麼想 我是想說木頭的成語 好像只有無鋼伐木 所以想說 好像中秋節快到了 然後你們節目 下禮拜要播中秋節 那就換球了 對 這樣是罰罪了沒有 在 對 對 不是 在什麼 無鋼伐木 無鋼砍樹 無鋼砍木 無鋼 無鋼砍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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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砍木 無鋼砍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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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 是這樣子喔 這就是作弊的後果 對啊 原來你們全部 都在猜蔡明又的 沒有啊 沒有啊 我跟砍木 我們想說 罰木應該是對的 只是誰是罰 我剛剛差點猜金斧銀斧 金斧銀斧 金斧銀斧 銀斧銀斧 對耶 我本來是猜 華盛頓的櫻桃樹下 我以為想到 櫻桃樹下 對 然後他在哭嘛 結果 你看看 我講到手足帶兔 可是沒有兔體 咦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好不好 非常謝謝我們 美努大老師 謝謝 今天我們的畢卡索是誰 是嗎 洪昌明先生 主持人 謝謝 謝謝老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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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老闆 你們好好加油了 你看看 我們洪昌明這個不停的表演 好 接下來呢 要讓我們所有的同事看一段表演 讓心情放輕鬆一下 這一位是一位跆拳道的高手 他要在我們現場 帶來一些跆拳方面的技集 以及防身術 一塊來歡迎來自阿根廷的這一位 並且慢 錄製又順著 很重 哇 哇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對 對 太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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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帥了吧